Channel 中文字幕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啦 又到了大家满喜欢的这种主题的影片 其实今天就是我又在整理这些游戏的 整个整理下来发现一件事情 真的非常重大的事情 我的游戏居然实体已经突破175片了 其中有三个我误以为它也是游戏的 第一个是这是Jeff达达的 那个 七人大作战二代 所以這不是我的 好不好 第二個呢 這是一個空殼子 這是之前到台南去 有一位玩家大大能夠說這個盒子也是一個 蠻有紀念價值 蠻有意義的東西 那還有一個盒子呢 就是這個 它就長得很像 很像遊戲的東西 所以呢 這三片不算 總共的實體片呢 已經到達了175片 今天這支影片呢 其實我會分成兩個部分來拍 第一個部分就是今天要拍的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會在幾天後再來放傳影片 首先第一個我要拍的主題呢 就是從這175片當中 特別挑選出來 這十片遊戲呢 基本上都是 我覺得非入手不可的遊戲 所以呢 如果說有喜歡的朋友啊 也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這十片遊戲的分享吧 首先第一片推薦呢 就是薩爾達 礦野之息 這片遊戲呢 在我的心中啦 其實它已經算是Switch的代表了 只要你有買Switch的人 大部分就會問到 薩爾達 傳說礦野之息這款遊戲 甚至呢 有很多人拿這款遊戲啊 來跟其他遊戲比較 經常會私訊給我 或者是留言給我 到底這兩款遊戲呢 要如何來去抉擇會比較好一點 通常呢 我都會跟他講說 其實薩爾達算是一個必入手的遊戲之一 其他來比較遊戲 正常來說呢 也是在你心目中 一定有蠻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會建議說 這兩款其實是選擇一款先來入手 另外一款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會在之後的不久啦 也會自己來入手一下 除了豐富的劇情跟超高的自由度以外呢 這款遊戲真的是讓人喔 可以玩出非常多種不一樣的玩法 甚至有很多人在最終BOSS打完之後啊 還會回到這片大陸繼續來探索他們沒有探索完的神廟 沒有解完的一些謎題等等的 所以呢 其實薩爾達這款遊戲啊 我會在這邊推薦 正常來說 你只要不討厭這種遊戲的人 都適合來入手一下 第二個要來推薦的呢 就是 Just Dance系列 其實呢 現在大家所看到的這些畫面是 Just Dance 2019 但我個人認為 這樣子的遊戲 其實它不管是你買多新或多舊的代數呢 除了樂曲上的差異以外 可能畫面會有些進步一點的感覺啦 基本上都可以玩出一個非常熱力四射的那種 灰汗如雨的感受 會推薦它的原因呢 主要也是因為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會拿著手把 有一點慵懶的方式 來體驗所有的遊戲 Just Dance呢 就會有別於一般遊戲 因為它必須要讓你站起來 跟著螢幕開始舞動 而且這個舞動的狀態呢 也很容易的來破冰 帶動大家一起來玩這樣子的遊戲 甚至呢 我自己的女兒也會蠻喜歡這樣子的一款遊戲 雖然說她跟不懂螢幕前面在跳些什麼東西 但是看著自己的爸爸媽媽在隨著螢幕跳著那些舞蹈 其實她也會跟著隨之起舞 第三款要來推薦的就是 《馬力歐賽車8豪華版》 其實這款遊戲呢 是在Switch剛出的時候 跟薩爾達一樣 就是首批推出的遊戲 這款遊戲呢 其實我相信到現在 一直都是非常多人在玩的遊戲 甚至有很多人剛入手Switch的狀態之下 還是會選擇這款遊戲來跟著入手 畢竟《馬力歐賽車》這一個系列的遊戲 在以前超人的作品開始 它就已經有非常非常高的知名度 再加上現在的畫面跟聲光效果 以賽車的遊戲來講呢 它絕對是一個值得合家歡樂一同進行的遊戲啦 第四款來推薦的是 七彈大作戰二代 其實這款呢 算是私心比較多一點的推薦遊戲 有很多人如果說你是語言不通 就比較沒有辦法玩的 這個部分可能就要斟酌一下 但我個人真的真的非常推《七彈大作戰2》這一款遊戲 雖然說呢 它現在的祭典也已經完全結束了 但是它在祭典結束之後呢 並不是選擇把伺服器關閉 或者是結束一些服務之類的 它是把所有的功能全部開啟 在線上呢 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玩家 可以隨時來連線跟我們一起同友 《七彈大作戰》呢 其實也有別於一般的射擊遊戲 擁有那種血腥暴力的感覺 讓大家在一個顏色非常鮮艷 非常活潑的世界裡面 可以盡情享受《七彈大作戰》的快感 甚至在我的老婆大人跟我都一起被推坑了之後呢 也是非常非常喜歡這樣子的一片遊戲 相信 講到這邊呢 老婆大人應該也是會認同才是啦 第五款推薦的遊戲呢 是《八方旅人》 其實呢 它已經被證明為《奇路旅人》了 但不管怎麼樣 就算再久 我都還是想要叫它《八方旅人》 因為這款遊戲呢 是由八個角色呢 所串起的一個故事 在故事性跟遊戲性來說呢 真的是非常的強大 再加上 雖然看起來它像是舊式的RPG遊戲 但實際上它是用新的引擎來去製作它的這樣子的畫面跟場景 雖然給人一種復古的味道 但 卻又不思於一種新遊戲 在裡面增加的一種元素 遊戲裡面的樂曲跟劇情呢 在這邊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薦 如果說你是喜歡品嘗遊戲裡面的劇情 或者是豐富的那些樂曲的話呢 《奇路旅人》就非常適合來入手 親自玩玩看啦 第六款我會推薦的呢 是《有氧拳擊》這款遊戲 其實這款遊戲呢 算是還滿全民可以一起玩的遊戲 在裡面可以選擇一些教練來陪我們一起打拳 這些教練呢 會在裡面依照我們所選擇的難度 或者是我們想要做的強度 來分配一些課程給我們 隨著這些教練跟他們的語音呢 我們就可以在螢幕前面做起一個有氧拳擊的運動 當然這款遊戲其實我會推薦它 也跟Just Dance有類似的感覺 畢竟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啦 真的是常常都會久坐不起 甚至像我這個常常在剪片拍片的人呢 醫治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 不是因為我不喜歡走路或不喜歡站 因為在剪片拍片的時候 大部分都還是坐著居多 這樣子的一款遊戲呢 就可以讓我們在放鬆休閒的時刻呢 也可以讓身體有一種不一樣的活動 不一樣的延展 甚至呢 因為我沒有上過其他教練的拳擊 所以呢 在玩這款遊戲的時候會覺得 欸 有時候打起這樣子的拳擊 蹲起這個馬步 會有一種非常熱血的感覺 再加上 其實不要看它只是一款遊戲 如果你要玩它 玩到灰汗如雨 我是說灰汗如雨喔 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七款要來推薦的遊戲呢 就是 《哆啦A夢牧場霧雲》 這款遊戲其實在前陣子 我跟老婆大人直播了非常非常多次 一直到現在還是有非常多的人 希望我們再繼續直播下去 因為這款遊戲其實整體給人的感覺非常的輕鬆 配樂呢 也是非常的輕快的感覺 而且再加上它會配合了 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呢 給予不同的場景 不同的景色 在冬天的時候呢 也會有 昼短夜長的狀況出現 其實呢 就很符合現實的狀況 但在裡面呢 唯一不符合現實的就是 大雄居然非常的勤奮 整個田地呢 跟挖礦呢 都是它在裡面會一直不斷的去做的一件事情 甚至呢 有非常多人會把它變成一個 同工大雄 變成一個爆肝王礦工喔 這個都是非常有趣的情節 裡面呢 其實也有非常多我們朗朗上口的一些角色 不管是哆啦A夢大雄 還是競香胖虎等等的 其實他們在這遊戲裡面 也都會出現來跟我們做一些互動 讓這款遊戲呢 玩起來除了可愛 除了有趣 還有一點溫馨的感受在裡面啊 第八款要來推薦的是 我才剛破完全部的角色 任天堂明星大亂鬥特別版 這一款遊戲呢 其實也有別於一般的格鬥遊戲 它在裡面會有非常多的道具 非常多鬥趣的角色出現 甚至有非常多知名電玩的角色 全部都會跑到這裡面來 像是元祖洛克人啊 還是一些吃鬥人等等的 還有瑪莉歐這些比較老一點的角色 一直到現在 新的電玩遊戲的一些角色喔 全部都會出現在裡面 除了讓你看到畫面 豐富多變以外呢 整個角色呢 也可以說是非常豐富多樣化 而且這一片遊戲在單機當中啊 除了可以一到四個人以外 更多更多的是 它可以直接衝到一到八個人一起玩 當大家如果說有足夠的手法的時候呢 其實就可以考慮來入手這一片 任天堂明星大亂鬥 真的可以讓你亂到整個畫面 眼花撩亂 整個打到一個歡笑聲完全不斷 第九款要來推薦的呢 就是 勇者兜容十一代 尋覓四去的時光 這個版本呢 其實應該算是完整版的勇者兜容十一代 那這次移植在Switch上面呢 其實真的是算誠意滿滿 連配音 連中文 全部都一併把它給加進去裡面 我在近期呢 也算是給大家非常高的一個評價 因為我自己在玩起來啦 它真的是一款 從劇情方面來看 或者是從遊戲性方面來看 我都會非常喜歡它的一款遊戲 第一個呢 是它的劇情 真的是會有一種扣人心弦的感覺 每一次當你看完一段劇情之後 就會期待它下一個劇情 是不是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變化 接下來呢 就是它的遊戲性了 因為對於我來講呢 太難的遊戲 卡關的時候 我就會想把它擺在旁邊 休息一下 但是呢 那個休息一下可能就是 再也沒碰過它了 可是勇者鬥龍11代的難度呢 基本上以目前為止玩到現在 都還是在可以接受的狀態 一邊可以享受進行遊戲的感覺 一邊可以享受它的劇情所帶來的氣氛 另外呢 還有非常棒的音樂在裡面 也讓這款遊戲喔 整個讓我推薦它的程度 真的是達到一個搞瘋 第十款的遊戲呢 這個時候要請到 傑夫大大出來的 因為我們要推薦的這片遊戲 蠻特別 蠻有趣 而且傑夫大大一直跟我講說 非常的值得玩 當然 這麼值得玩的遊戲呢 就給玩過它 破過很多次的傑夫大大來分享看看啊 風花學月最大賣點當然還是在它的遊戲類型啊 它是屬於回合策略的遊戲 不過它厲害的不只是在SLG上 厲害的是它融合了養成系統模式 以往我們玩的SLG就是一路一直戰鬥到底 角色升級培養靠的就是 戰鬥勝利後所取得的經驗及金錢 但風花學月靠的不僅僅是戰鬥 你也可以選擇在校園裡散步 跟其他師生之間培養感情 進而提升每個角色的能力 至於你要戰鬥呢還是社交 都可以自由安排 風花學月總共有四種不同結局 每一個結局的劇情故事也都各自不一樣 一條支線完成大約要花上50-60個小時左右 所以四個劇情玩透可以玩上200個小時 遊戲難度並不會太難 節奏也不算快 算是容易上手的遊戲 當然啦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的 裡面超豐富的妹子來陪各位戰鬥 加上全程百分之百的語音發音 真的要給這款遊戲評上高分 好看完這十片遊戲呢 不知道大家手上已經入手了幾片了 也歡迎大家跟我分享就是 你自己覺得Switch當中 非得入手的遊戲片 到底是哪一片 就是在你心目中最棒最好玩的遊戲啦 因為今天這些喔 除了風花學月是Jeff大分享的以外 其他呢全部都是我覺得 非常非常需要來入手的 風花學月這片會請Jeff大來分享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為第一個 我還沒有完全破關 那玩的進度也算還蠻前面的 第二個呢就是Jeff大 大概已經三週末接近破關了 所以真的非常厲害 而且呢他是真的 很用力的推個不停 跟我說這一款你一定要花時間玩 你現在不管玩勇者兜龍 還是要玩知夢 還是要玩其他的遊戲 之後這一款一定值得你來玩一下 八方旅人他也說 一定要趕快把它破關 因為這兩款遊戲喔 都是非常非常經典的遊戲 好啦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差不多就先分享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記得 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下次見 掰